地震后第198小时 土耳其再救出一名17岁少年 幸运的是连他的哥哥也一起获救 只是在灾区现场听见的大多是哭泣声 镜头前妇女对着志工苦苦哀求 因为她的丈夫仍埋在瓦砾中 一旁人员尝试安抚 但现场仍没有开挖举动 土耳其哈泰省一处救护帐篷 则送来一名年约3到4岁的小女童 幸好这位女童没有大爱 还能对护士们说出这句话 不过像这样的帐篷显然功不应求 入夜后还是有大量灾民露宿街头 有的则是轮流睡在车内取暖 越来越多人耐不住低温 开始生病咳嗽 就算有帐篷状况也好不到哪里 因为得至少十个人挤在一块 现场甚至没有厕所或淋浴的地方 我们现在不能够接触 我们现在能够接触 那些人过去死 那些人过去死 半个城市是死的 他们还在护士们 全都在护士们 全都在护士们 相同情况也发生在叙利亚 一名老父亲双手沾满烟尘 只为了找回更多家属遗物 叙利亚另一处镂空的建筑 则是出现高龄84岁的老太太 独自呆坐其中 他无视撤离通知 只因为舍不得和家乡道别 这场大地震 已经在灾民心中 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许多人一系成了寡妇或孤儿 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 土耳其企业商业总会预估 这次强政恐怕使安卡拉当局 损失高达将近两兆五千多亿台币 土耳其灾情之多 甚至直到正后一个星期 才有时间处理脱轨列车 联合国表示 接下来最大的挑战将是人道危机 幸好叙利亚总统阿赛德总算同意 多开放西北部两处边界口岸 先前他坚持得经由大马士革授权才能进入 这也导致反抗军控制的地区迟迟得不到物资援助 灾情雪上加霜 TV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